好了 各位同学 我们回来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2017年的这道单选题 17年1月1日 蒋公司经批准发行10亿元优先股 发行格同规定 1.7500年 前5年票面年利率固定为6% 从第6年起 每5年重置一次利率 重置利率为基准利率上加2% 但最高不超9% 2.如果蒋公司连续三年不派发优先股股利 投资者有权决定是否回收 3.蒋公司可以根据相应的议事机制 决定是否派发优先股股利 非累计的 但如果分配普通股利 则必须支付优先股股利 最主要的就是看你自己能不能决定去发普通股的股利 4.如果因蒋公司不能控制的原因 导致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 蒋公司必须按面值赎回该优先股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来各项关于蒋公司上述发行优先股合同设定条件 会导致该优先股不能分类为所有者权益的因素 是 你评估下来它其实不就是一项负债吗 但是哪一条是核心呢 来我们看一下哪一条是核心 各位 A.蒋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 你能控制吗 这我记得我上一条讲过对吧 妈妈不要你了你能控制吗 而且他正常说了 不能控制的原因导致控股股东发生变更 所以这个A选项就是正确的案 这是一道单选题 选最正确的 五年重置利率 最高不超9% 这个没有构成间接义务 鼓励推动机制 那我可以自己决定我不去发 对吧 然后说投资者有回收优先股的决定权 很多同学递选项有疑虑 说你三年要是不给我发股利的话 我说可以让你买回去 我说可以把这股票卖给你 那我就发咯 是吧 那我到第三年我就发呗 那如果你发的话 你不就交付现金了吗 狭隘了吧 各位 如果你是个权益 你是个股东 你敢保证这一辈子人不给你分红吗 不分现金股利吗 那分了现金股利叫不叫交付现金 叫 能是因为给你分了现金股利 从而人家就不是权益 而是负债了吗 不能啊 而且这是一道单选题你发现了吧 对吧 单选题选最符合提议的 所以这个A选项是最为正确的 各位同学来看这个解析 一看就是我写的 一看就是我写的 自己看看解析 看 第一二三四 第四行 而有同学认为投资者回收 也会构成将其分类为 金融负债的依据 但是合同约定提前 前提是连续三年不派发优先股股利 那这样的话 奖公司可以避免投资者要求回收 例如在第三年支付优先股利 同时本题是单选题 所以选最符合提议的 那应该是A选项 明白这意思了吗 不能说人家给你发点优先股利 你就交付现金了 那不是这个概念 那你说你投资者 你投资的人分红 这也就交付现金 能是因为企业给你交付了现金股利 而你股利 而你手里的这个就不是权益了吗 不是的 明白了吗 这个题没有正义 就是A选项 就是A选项 我们接下来看13-9 各位同学 我今天嘴怎么那么瓢呢 啥原因导致嘴瓢呢 我慢点说话 各位同学 我们接下来看13-9 那这道题非常经典 但其实啊 各位 这道例题 在我自己刚才给你讲 金融负债的时候 讲第四个条件的时候 我举过这个例子 那我举过这个例子 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说假公司在17年2月1日 向已公司发行以自身普通股为标的的看涨期权 看涨期权我说过的是一种买入期权 根据该期权合同 如果已公司行权 已公司有权以每股102的价格 从假公司购入普通股1000股 有关资料如下 这不用我解释了啊 第一个 合同签订日是17年的2月1日 行权日是18年的1月31日 这是一种欧式期权 学货财管就知道什么叫欧式期权 什么叫美式期权 欧式期权是到期才能行权 而美式期权 爱杀出是行权 就杀出是行权 第三 18年1月31日 应支付固定行权价格是102元 因为我可以按102去买嘛 对吧 再来 第四 期权合同中的普通股的数量是1000股 第五 17年2月1日 每股市价100元 第六 17年12月31日 每股市价104元 第七 18年1月31日 每股市价104元 第八 17年2月1日 期权的供应价是5000 第九 17年12月31日 期权的供应价是3000 第十 18年1月31日 期权的供应价是2000 你会发现这供应价越来越低是吧 它为啥越来越低 这里其实是有原因的 也有可能会越来越高 啥原因 来 首先说第一个 当时 你在签订这个期权的时候 你是不是认为这个股价未来肯定是超过102 所以你会抱有很大的希望 所以这个时候 整个市场认为你这个期权值5000 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临近 你会发现那股价没有高得那么离谱 所以这个期权它的供应价是下降 而真正到了1月31号这一天 落定了 或者叫落定了 是吧 啥意思啊 这天股价104 你可以102买 差多少钱呢 你这优惠价值多少钱 不就值2000元吗 你可以买1000股 一股差2元呢 104的股票你花102买 一股差2元 你可以买1000股 所以你手中拿着的这个优惠券 不就是2000元吗 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了吧 OK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 谁去签发 谁去购买 看好了 假公司 他签发的 乙公司 他购买的 那么现在的快递主体是假公司 来 你跟我分析 这个假公司 他签发的这项看涨期权是什么 是衍生工具合同 对吧 它是衍生工具合同 好 回过来 再说乙公司 乙公司你是勾入了一项衍生工具合同 对不对 好 那么站在乙公司的角度是什么 这是一项金融资产 那么站在假公司角度呢 别跟我说它是金融负债啊 别跟我说它是金融负债 你得判断 明白了吗 我们说衍生工具合同 交付自身权益工具 你看是否是固定数量交换固定金融 如果是双固定 那是权益 有一头不定 那才是负债呢 这么说能理解吧 那接下来我们要用个科目叫衍生工具 衍生工具是共同类的快递科目 有没有不知道什么叫共同类快递科目的 去补补基础啊 共同类快递科目 时而资产 时而负债 它的余轮在借方是资产 它的余轮在贷方是负债 用衍生工具 OK 而衍生工具它不是所有者全要 它是共同类的 它是共同类的 期末按公允价值计量 来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情形一 我们以现金金额结算 什么叫现金金额 最后你也别给我股票了 是吧 我挣多少钱 两千块钱 你把两千块钱给我就行了 各位 未来交付现金了吧 是吧 你要交付现金多少 两千元吗 是吧 交付两千元吗 你告诉我这是啥 点形的 金融负债 来看会计处理 如果是金融负债的话 那么这块呢 用到的就是衍生工具 你签发期权 人家给你期权费 那就借银行筹款五千 带衍生工具五千 带方啊 带方 什么 负债 是吧 带方是负债 再来 金融它公允价值会变动 你最初最初的公允价 不就这五千吗 对吧 你想想 最初最初你卖这东西 卖五千 它的公允价不就五千吗 那随着时间 它变成多少 变成三千了 所以它下降了 那就借衍生工具 带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两千 从五千调到了三千 那这个鱼额还在带方啊 注意不是发生额 这叫发生额 看鱼额 刚开始是五千 这是两千 所以现在是三千 所以它还是负债 再来到1月31号的时候 这供允价变成多少了 变成两千了 又下降了 所以借衍生工具 一千 带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一千 OK 所以这边再来个一千 你现在的东西 不就值两千吗 它的供允价不就是两千吗 好了 你最后付钱付多少 付两千 借衍生工具两千 带银行存款两千 所以我们分析下来 你在潜债不利调节下 你要交付现金的 那这种合同义务 构成一项金融负债 快递分数不重要 别上来 就说老师 这快递分数怎么编 老师这快递分数怎么做 你去翻以前年度考题 我不是说不编快递分数 但是说你把快递分数都会编了 未必能及格 至少单递多递 不让你编分数 主观题 四个主观题 有两个半是不让你编分数的 你算是有几个让你编分数的 别动不动 说老师这分数咋编 咱学筑快了 各位 咱不是学什么初级中级 动不动是想编分数 OK 我们再来看情形二 情形二它说是以普通股净额结算 啥叫普通股净额呢 各位 你最后 我不要钱 我要什么 我要股票 但股票我是不是要一千股呢 主意也不是 我赚了多少钱 我不赚两千吗 对吧 好了 两千 你按照当天股价 当天股价是104是吧 你给我折成股数给我 那就两千除104 你会发现是19.2 那只能给19股 那0.2怎么办 0.2用现金给 那这0.2 每股是104 所以算下来 应该给现金是24 来 各位同学 你会发现未来你要交付啥 交付股票 但是这个股票数量定了吗 没有股定哦 104你给这么多 108你给多少 102 是基准 对吧 102是基准 180呢 300呢 你会发现你给的股票数量是不固定的 所以 它应当是一项金融负债 所以它应该是一项金融负债 来 那既然是一项金融负债的话 各位同学前面的处理 就这些 从这开始 1 2 2 3 这都一样 到这步不一样了 明白了吗 这步不一样了 因为这步它是给钱嘛 我们下边给什么 给股票 给股票 你得给人发行股票 明白了 发行股票 来 先把衍生工具冲了 给股票给多少 19股 但每股的供应价是104 所以会有溢价 溢价是1957 这个1957咋来的 104-1 括号括起来 乘以19 那下边的24是给的现金 所以带银行出款24 我们分析下来 最一样 应该是什么 金融负债 有同学说懵了 懵啥呀 我刚才讲第一讲的时候 跟这个例题是一样一样的 就是没有分落而已 我都跟你分析过呀 对吧 我都分析过了呀 目前一个一块钱俩就不卖呗 你们是这样的不 目前一个 一块钱卖我俩卖不卖不卖 我就不卖目前一个 我给你五毛 你一日了 我再给你五毛 我一日了 我说给你多少 俩五毛 你就不说一块 抽不抽的 听回放 那么听回放 再来看第三 期权是以普通股总额方式来进行结算的 总额方式进行结算 有同学问104是什么 你读读题 你读读题 你是刚来的吗 总额什么意思 这股票是多少钱跟我没关系呀 我最后要什么 我最后要的就是1000股股票 数量定了 多少钱买呢 102元 对吧 我就要1000股股票 我以102的价格去购买 数量定了 金额定了 这是一项衍生工具合同 如果数量和金额都固定 各位 这叫什么 权益 所以这个时候 你应当把这一项衍生工具合同 归类为权益 明白了吗 归类为权益 那如果是权益的话 用到什么科目 它是普通股吗 就我签发这项看涨期权 它是普通股吗 它不是 对吧 所以用什么 其他权益工具 收到时借银行出款 贷其他权益工具 因为权益 期末没有什么公允价值计量 这一说 所以不用做 17年年末不用做 那到了18年呢 人家行权了 给钱 102买1000股 所以收钱收10万2000 其他权益工具 冲了 贷股本得给人1000股 最后插个到底 资本攻击 股本溢价 没啥难度 没有什么难度 各位同学 没跟上了 自己画个圈 听回放 你听完回放 你百分之百就会了 你不认真 我多说一句 因为我们这题讲完之后了 我们第一个标题就讲完了 我多说一句 很多同学读题不认真读 那个眼睛 咱也不知道是真 真看不见还是假看不见 就是 你可能是按照 读小说的方式来读题 今天我看那个 有同学问 老师这五块钱怎么来的 那题目以致条件就看不到吗 那个题目以致条件在哪 我告诉你啊 就那书嘛 书哈 咱这么翻是吧 这个以致条件在这 就没有在这个明面上 在这个 这就不看了 就问我 老师这五块钱哪来的 五元哪来的 就在这 写的清清楚楚 他不看 问你 五元哪来的 你问 你问吧 上考场我看你问谁 是不是 上考场我看你问谁 就是你们读题真的真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个题目给定的 以致条件都读不清楚吗 数块是专科以上学历 你那专科是骗来的吗 各位认真点好不好 我一再讲掉 把每一道题目 都要当做考场上 真实的考题 来认真去读 要不然真的不行 来 接下来 第二 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负债的分类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说对于金融负债 我们首先啊 它的大前提 都应该是太余成本计量的 但是有一些例外 我再说一遍 金融负债 它的大前提 都应该是太余成本计量的 但是有一些例外 我们看一下例外 来 第一个 以公允价值计量 变动近当期水益的金融负债 这里包括两类 第一类叫交易性金融负债 啥意思 它是为了交易目的而持有的 第二类 虽然它不是为交易目的而持有 但是我仍为指定 避免快递出费 说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变动近当期水益的金融负债 好 这是第一个分类 除了太余成本以外的 这出来一个公允价值计量 变动近当期水益的金融负债 第二个 说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 宗旨确认条件 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 所形成的金融负债 啥意思呢 各位 是这样的 这很简单 就它不说人话 假把东西卖以 一千万 以向甲签发一张商业汇票 蒋公司拿到它 这叫应收票据 这个应收票据期限多长时间呢 六个月 六个月 时间太长 怎么办 蒋公司找到了开付银行 A银行 说老A来 我有一张票 你给我兑现了 贴线 那贴线就有两种结果 第一 A银行跟蒋公司关系杠杠的 说老蒋 这票 未来能不能收得回 我都不找你 这叫不付追索权 对吧 它不付追索权 那这个时候 你看 这个票的风险 报仇转移了吗 转移了吗 转了 转给谁 转给A银行了 要不要的回来 跟我都没关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 应该是贷 应收票据 讲过吧 再来A银行说了 老蒋 虽然咱哥们够意思 但是一码归一码 公事公办 如果到期借钱收不来 你可得把钱还给我 他这个付追索权了 付了追索权 各位 这票的风险 报仇转移了吗 没有 那就相当于 你拿票抵押借钱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还带的是 短期借款 这叫不符合 宗旨确认条件 而增加的这么一项负债 短期借款 这也是金融负债 它不按 贪余成本计量 明白了吗 它不按 贪余成本计量 说清楚了吗 而继续失落 后边会单独介绍 不追溯 第三 部分财务担保合同 以及不属于供应价值计量变动进当期水的金融负债 低于市场贷款利率的贷款承诺 这就是天书 但还有我 还有我 你放心 首先第一个 从硬式的角度出发 这个东西不考你 第二个 因为我们现在是行事计划全程课程 经讲 给你讲讲 什么叫财务担保合同 你能白担保吗 你不能白担保 你得收什么 担保费 你收担保费的这个十点 你确认负债了 因为你还没开始担保嘛 随着担保期 你逐期是要把这个负债确认收入的 所以它既不是供应价值计量 也不是贪于成本计量 明白这意思了吗 那再来 以低于市场利率贷款的贷款承诺 首先我告诉你贷款承诺 压根在报表上不体现 啥意思 来啥意思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说江江 说江江这同学 你找我来借钱 你说刘老师借我一千万 我说没问题 现在市场利率是6% 我给你3% 这叫什么 这叫贷款承诺 我把钱贷给你了吗 没 对吧 对于我来说 未来我要把钱贷给你 我现在还没贷呢 但是你想想这种承诺 各位 不是白承诺的 你也得给我钱 明白这意思了吗 你也得给我钱 单纯承诺本身 他是没有任何需要确认计量的 说白了 这个贷款承诺 他根本就不上表 在报表上不体现 但是有一天 我们这样旅行的时候 我凭啥把一千万带给你 我凭啥按3% 你可能会给我支付一部分对价 那我收到这个对价 在我没有放款之前 这是我的一项负债 当我放款的时候 这项负债分期转收入 我说清楚了吗 好 别纠结 能听懂更好 听不懂 没关系 考试不考 这么厚的书你都要懂吗 做梦都梦不到的 做梦你都梦不到的 所以能听懂多少 咱就听懂多少 听不懂的 没关系 说清楚了吗 各位来 关键点是什么 金融负债的关键点是 贪余成本计量 你得会算 那是我这张要讲的吗 不是 负债讲过 应付债券 别管是一般公司债券 还是可转换公司债券 在转股之前 那不都是贪余成本计量的吗 明白的意思了吗 好 这里又出来一个东西 咱先不管它 咱先不管它 咱先管这句话 太重要了 各位这句话 企业对所有的金融负债 均不得重分类 再来一遍 企业对所有的金融负债 均不得重分类 啥意思 你原来是公允价值计量 你能不能重分类为 太余成本 不行 你原来是太余成本计量的 你能不能重新分类为 公允价值计量 不可 能明白的意思了吧 来 这又出了个货有对价 说在非同控企业合并中 企业作为购买方 确认货有对价 形成金融负债的 那么该企业 请问这个金融负债 要按公允价值计量 来进行会计处理 啥意思呢 来举例 刚才我们举过一个例子了 说贾想取得乙公司的控制权 原来A持有乙公司80%的股权 现在贾向A支付对价8000万 取得其A持有乙公司80%的股权 贾A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后边你会看到 这叫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我们刚才怎么说 我们刚才说 A向贾公司做出承诺 说乙公司三年累计的净利润 在5000万元以上 对吧 那么接下来还是个事 A跟贾说 老贾我告诉你 这公司老好了 好到什么程度 好到这公司三年的累计净利润 在5000万元以上 如果乙公司三年的净利润累计在5000万余上 你需要另支付对价款 1000万元 就你假的你再给我1000万 你才花8000万三年就让你赚了5000万 你还得给我1000万吗 明白了吗 那么在那假公司的角度 这是一项什么 货有对价 可能付也可能不付嘛 货有对价 到了5000万以上就给 不到5000万以上就不用给 对吧 那这个货有对价 如果满足负债的定义和确认条件 要确认负债 这项负债叫什么 叫以公允价值计量变动 进当期水溢的金融负债 明白的意思 好 差不多 这块我们讲企业合并的时候 还会给大家介绍 还会讲 那我刚才讲的一个是金融资产 一个是金融负债 对吧 有的时候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跟你合在一块 都有可能 我们现在讲 因为你没学嘛 我拆开跟你讲 但实物上真的有可能合在一块的 明白的意思了吗 好 差不多 那接下来 第三叫公允价值选择权 你看啊 来 各位同学 你把那个书给我翻到20几页来 203页还208页来的 203 你把书翻到203页 咱解决点问题啊 翻到203页了吗 各位同学 你看那个金融资产的分类决策数啊 我们现在讲了什么 我们现在把SPPI讲了 我们现在是为交易目的而成为了吗 那个交易性我们讲了 我们用模式评估讲了 你会发现这个表格当中还有什么没讲 什么是这个债务工具投资 什么是权益工具投资 什么是衍生工具投资 我们也讲了对吧 唯独有一个 是否运用工允价值计量选择权 以减少会计计量的错配 是不是只有这一个东西没讲 马上要讲 马上要讲 所以你好奇心呢 这回就知道了 咱都会讲的 明白了吗 来翻回来 211页 来我们看工允价值选择 说在初始确认时 为了提供更加可靠的会计息 可以将一项金融资产 一项金融负债 或者是一组金融工具 这里既有金融资 还有金融负债 啥都有 指定为以工允价值计量变动 进当期水域 但这个指定要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你想指定吗 可以满足条件 来第一个 说该指定能够消除或减少会计挫配 该指定能够消除或减少会计的挫配 这个啥叫会计挫配呢 来原理想减211 看到没 这里给你写了 那我给你写了 但是各位同学 我还得给你举个例子 看好了 说假呀 他发行公司债券 发行一般公司债券 发行多少呢 一个亿 期限是五年 年利率是6% 分期复息到期还本 好 各位同学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讲字发债券 发债券这是什么 金融负债呀 对吧 这是一项金融负债 来 这项金融负债我们按什么计量 是按贪余成本计量 对吧 这我们讲负债讲过 按贪余成本计量 发债券你还蒙啊 8890 发债券你还蒙啊 赶紧吧 这个我给初级讲课 我说你们可能缺点东西 去补一补 那对你们也不能心持灭软 缺心补心啊 缺心补心 是不是 来接下来 他拿着这一个亿的资金 干什么呢 他买了以上是公司的股票 买了以上是公司的股票 比如说买了这一亿元的股票 那他买股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比如说在人家有表决箱股份的1% 低买高卖 他是为了交易目的而持有的 你买的是股票 那在那讲公司角度 这股票要做什么核算 是不是像金融资产呢 那告诉我这个金融资产 你是权益类的投资吧 权益工具投资 是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 以什么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 变动进当期随意 对吧 以公允价值计量变动进当期随意 好 接下来出事了 出啥事 这公司倒霉吹的 股价一天一个样 一会儿上去 一会儿呱掉下来了 后边你会学 用到的快递坑目叫交易性金融资产 因为它以公允价值计量嘛 变动还进当期随意了 所以公允价值上升下降都影响当期随意 用到的快递坑目叫公允价值变动随意 这钱哪来的 找根 借来的 而你借来的钱按他余成本计量 每一期的利息是固定的 对吧 咱假如说实际利率就是6% 你每一期的利息就是600% 固定了 借财务费用带应付利息 对不对 你这边呢 一会儿收益一会儿下跌 一会儿收益一会儿下跌 你会发现他俩不匹配 你发现了吧 是不是 他俩不匹配 这是非常稳重的 这是非常跳跃的 男孩子 斯斯文文 这女孩子 马萨 萨马特造型 是吧 所以他俩不匹配吗 怎么办 我让他也匹配 改他改不了 是吧 改他 我把他 不用太阳成本计量了 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变动进 当期随意的金融负债 这事就好了 你这边是吧 一天的蹦跳 这边也跟着蹦跳 这样方向是相反的 你发现了吧 方向其实是相反的 一个是资产 一个是负债 这样的话 我们就减少了会计的错配 这回知道什么叫 会计错配了吧 是否运用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 以减少会计的错配 这回各位同学 你清楚了吗 这回听不清楚 什么叫会计的错配呀 各位 就是一个非常稳定 是吧 稳稳重重的 像今天我刚才下课的时候 我看一下那个丁磊 丁什么来的 丁辉 什么叫丁辉呀 叫丁什么 叫丁什么 我记不住了 非常稳重 是吧 就这种男孩子 他的女朋友呢 沙马特造型 是吧 天天那个嘴 涂那个红色的 是吧 那种红色 太可怕了 不般配 怎么办 让他俩般配起来 行了 各位同学 能听懂不 能不能听懂 这不就妥了吗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讲吗 你们又要困了 你知道当个老师 不单单得让自己瘦 每天还得换不同的衣服 上上课之前 因为光太亮了 我还得稍微化化妆 我还得看时间 上直播呀 不像录播课呀 是吧 录完我管你什么时候学呢 我管你困不困呢 困你又睡 睡完再听 未来你未必能回来听 直播课真的不是 各位同学 我得看你们状态 嗯 困了 到点了 是吧 8点45了 到点了 该困了 是吧 老头老太太 到这点就睡了 只要不学习 12点都不睡 只要一学习 8点半就困 所以怎么办 用点荒诞的例子 让大家能够兴奋起来 是不容易啊 各位同学 所以好好学啊 好好学行不行 好好学啊 我跟你讲 你遇到我 你真的很幸运 很幸运 来这是第一条 再来看第二条 满足提议就行啊 说根据正式的书面文件 载明的企业 风险管理和投资策略 以公允价值为基础 对金融负债组合 或金融资产 和金融负债组合 进行管理和业绩评价 并在企业内部 以此为基础 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告 啥意思 他按什么 他按什么 按公允价值 进行业绩评价 那这里有可能 比如说金融资产 或金融负债 他组合嘛 金融负债 我是台语成本计量的 那金融资产 我是公允价值计量的 但是人家整体上 是按公允价值计量 你就被台语成本了 我指定 我指定 听明白了吗 这个东西你就记住 只要指定 就不能随便撤 所以你看啊 需要说明的是 一项金融资产 一项金融负债 或者一组金融工具 指定为公允价值计量 变动今当期随意了 一经做出 不得撤销 不得撤销 即使造成 会计撤费的金融工具 被终止确认了 也不得撤销 啥意思 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是这杀马特的女朋友 黄了 卖了 你这边还能不能 回台语成本了 已经中毒太深了 他不杀马特 你继续杀马特 不能撤销的 不能撤销的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 以外币计价的配股权 期权或认股权证 那这些呢 各位同学 就是什么叫配股权 就是你有股票 我给你配 是吧 你有两股 我给你配一股 是吧 两股配一股 期权 未来买股票的权利 认股权证 拿这个就可以低价去买股票 我解释清楚了 那这些呢 一般来说 它都是衍生工具嘛 所以它不满足固定框固定 固定金额以外 交换固定数量 这是不满足的 不符合固定框固定 为啥呀 各位 如果我是这个外币计价 注意这里重点强调 是外币计价 如果我是外币计价的话 那个汇率每天都在变 你订好了这一天 你比如说我就是100万美元 换你100万股 但你的记账本位币不是美元 是人民币 你订好那一天的汇率是1比6.3 真正到日子了是1比6.5了 你会发现金额没订 折成你的记账本位币之后 那个金额不订 所以它不符合固定换固定 原则上 所以这点要记住 但是有例外 有例外 例外简单看一看 这个地儿不作为考试的重点 简单看一看 例外情况是 企业对全部现有同类别的 非衍生自身权益工具持有方 同比例去发行配股权 期权或认股权证的 说白了给你翻成白块 就是现有所有的股东 使之有权 按比例以固定金额 任何货币交换固定数量 该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 该配股权 期权或认股权证 应当分类为权益工具 极其特殊的一种情况 明白了吗 我再说一遍 极其特殊的一种情况 举个例子 一家债多地上市的企业 向其所有的现有普通股股东 提供每两股普通股 可以购买其一股普通股的权利 这配股吗 两股配一股 那配股价格为 配股公告当日股价的70% 你按照当天的价格没人买 你知道吧 你必须打折 那由于该企业在多地上市 受到国家和地区的当地法规的限制 那么配股行权 配股行权 配股股权的行权价格 那个币种与当地货币是一致的 那这种情况下 各位同学 因为你全部都是一致的 他向所有同类别的股东 去所有的普通股东 对吧 以固定金额的任何货币交换固定数量的 该企业的普通股 那么因此我们说 你看 这边固定了吧 这边固定了吧 两边都固定 它是权益 我老师我没听懂啊 啥意思啊 好了 不用听了 你的发力点不在这 你会发现个问题吧 各位同学 我卖力气讲的东西 那就是要考你的 那就是重点 我不卖力气讲的东西 我一带而过的 我说简单了解 你真的别纠结 明白这意思了吗 各位成年人啊 来接下来 第五 叫获有结算条款 获有结算条款 我们看第一个 叫分类为金融负债 说发行方不能无条件 避免交付现金 其他金融资产 或以其他导致该工具 成为金融负债方式 进行结算的 那么应当分类为金融负债 这话啥意思啊 就是未来不确定 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 你比如说 我说未来呀 这个银行的贷款利率 达到了40%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这个负债 或把这个权益 这嘴今天就瓢的不行了 如果银行贷款利率 达到40%的时候 你需要把我这个金融工具回购 这叫什么 未来事项发生或不发生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 如果真的导致40%了 你是不是得回购啊 如果你回购的话 这是什么 金融负债吗 对吧 这是金融负债 再来分类为权益 分类为权益 说马如下列条件之一的 应当将发行的工具 分类为权益工具 第一个要求以现金 其他金融资产 或其他导致该工具 成为金融负债的方式 进行结算 或有结算条款 几乎不可能发生 我刚才说过 银行贷款利率40% 那如果我们评估下来 它不可能发生 那就不用交付现金了 对吧 这个各个国家不一样的 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我们国家现在正利率呢 对不对 欧洲的一些国家 负利率啥意思 你把钱出银行 你还得给银行钱的 银行替你收着 替你保管 负利率不一样 明白这意思了吗 再来看第二 只有在发行清算时 才需要支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 或其他导致该工具 成为金融负债的方式 进行结算 各位 如果是清算时 你才需要付现金 它不构成分类为 金融负债的依据 这我刚才在上节课 我就说过 第三 特殊金融工具中 分类为权益工具的可回收工具 哎呀 这个可回收工具 一会儿要给你讲 这个东西真的真的 有点小难 有点小难 一会儿给你讲 什么叫可回收工具 它是比较特殊的 那在这我想给大家做个铺垫 听好了 我们说特殊金融工具当中的 听好了 可回收工具 本身 它是符合负债定义的 符合金融负债定义的 但是因为它比较特殊 特殊金融工具 它比较特殊 长了三只眼睛 六个耳朵 八个嘴 所以我们说 你不叫金融负债 我们人为的把你归类为权益 我这么说 大家能听明白啥意思不 那一会儿我们就看看 这个可回收工具 它怎么个特殊 怎么个特殊 OK 我们做一个例题 说蒋公司你发行优先股 按照合同条款约定 蒋公司可以根据相应的议事机制 自行决定是否派发股例 如果蒋公司的控股股东发生变更 蒋公司必须按面值赎回该优先股 各位 你这优先股什么情况下 我需要花钱买回来 你的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那你这个控股股东 你自己能不能控制啊 变化 控制不了 那既然控不了 未来就有交付限定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所以这项优先股 应当分类为金融负债 明白了吗 应当分类为金融负债 再来第六叫结算选择权 啥叫选择权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啊 那个是立体几来的 我们看看啊 你不用翻 立体9 你不用翻 立体9我们是不是有以现金金额结算 以普通股金额结算 以普通股总额结算 还记得吧那个立体 对吧 那其实如果我们在整个 金融工具那个合同条款当中 我就做了这些规定 那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什么 各位 这些规定的目的 有可能是为了防止 吸食我现有股东的权益 你看啊 如果你是普通股总额结算的话 你是不是得给人发股票 我刚才举的例子很简单 1000股 如果是1亿股呢 你得给蒸发1亿股股票啊 有可能会降低你现有股东权益 同时还有可能会分散你的控制权 所以这时候我们在整个金融工具合同当中 就增加了结算选择权 明白第1次了 来看一下 说对于存在结算选择权的衍生工具 发行方应当将其确认为金融负债或金融资产 如果可供选择结算方式 均表明该衍生工具应当确认为权益的 则应当确认为权益工具 比如说为了防止转股权的金融工具 持有方行使转股权 导致发行方普通股股东 股权被稀释 发行方会在衍生工具合同中 加入一项现金结算选择权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不再给大家解释了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给你现金嘛 对吧 你不就赚2000块钱吗 我就把这2000块钱给你不就行了吗 我不用发新股了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货有结算选择权 叫结算选择权 在金融工具当中有 能听一听 能听懂不 差不多吧 OK 这个又有泡泡说懵了 你这个字打的还对 这个懵这还不好写呢 不容易啊 打出这个懵 会不会是长尾巴 接下来 第七 合并财产报表中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那合并报表中 啥意思 你看这又涉及到合并报表了 对吧 我们说在合并报表中 你一定要站在整个合并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不能说单独看你个别报表 你个别报表可能是权益 但是如果把它上升到合并报表上 你就未必是权益了 我这么说大家能听懂啥意思不 先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这条想说啥 甲对乙进行投资 来 认真听啊 甲对乙进行投资 在有表级权股份的80% 甲能够控制乙 现在以个别报表上 有一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 这没啥问题嘛 人家把所有这四肠当当当当都给排除了 没问题 权益工具 但是如果把甲乙看作是一个整体 合并报表上 你未必是权益 你明白的意思吧 你未必是权益 你打乒乓车打老好了 在你这个小区你难不够办 是吧 你都不用上国家队 你上体校 你去找小朋友 你就未必打到过人家 所以啥意思 你得在这个大圈上来看 你这个权益未必在大圈 它是权益 有可能是负债 啥情况呢 我不手写了 接下来给大家准备两个例子 两种情形 我们看一下 情形一 说权益工具为乙公司的母公司 权益工具像乙公司少数股东 还得多说一句 啥叫少数股东啊 A持有以20%的表决权股份 A就是乙公司的少数股东 你要是学过境外企业会计准则 这叫非控制性权益 控制性权益 非控制性权益 像乙公司的少数股东 签出一份在未来六个月后 以乙公司普通股为基础的 探跌期权 如果六个月后 乙公司股价下跌 乙公司少数股东有权 要求奖公司 无条件的以固定价格 购入乙公司少数股东 所持有乙公司的股份 啥意思 假能够控制乙 A是乙的少数股东 现在A持有乙公司20%的股权 各位同学看好了 现在站在乙这个主体上 A是他的什么 是他的什么 所有者吗 所以A现在对乙公司投资 这20%站在乙公司 是不是像权益啊 投资吗 是不是像权益啊 没问题吧 但是现在呢 以合并在一起 你俩本身一家 他是家外之人 局外人 假向A提供了担保 提供担保了 咋担保了 签发了一项看涨期权 看跌期权嘛 是吧 他提供担保了 签发了一项看跌期权 说如果以公司的股价 例如在15元每股以下 A公司持有 以公司20%股权 我假给你买回来 他说儿子不争气 妈妈给你补呗 买回来 站在乙公司个别报表 这叫什么 权益没有问题 人家A持有你以公司20%股权嘛 但是假以合在一块 站在整个集团来说 哎哟 未来真的股价降低到15元以下 我是不是要支付现金 从A的手中 买回以公司20%股权呢 那就变成金融负债了呀 下边我不给大家读了 我一定要求你自己读 明白了吗 所以乙公司个别报表中 这是一项权益 而在合并报表中 是一项金融负债 自己客户回去读 一定要认真读 听明白的意思了 再来 请先 说蒋康斯是乙公司的母公司 乙公司发行优先股 根据合同决定 荣斯根据相应的意识机制 自行决定是否派发优先股股利 蒋康斯为优先股持有方提供担保 承诺如果乙公司连续三年 不派发优先股股利 则甲公司回购持有方 所持有的全部优先股 这跟看看来的历史差不多 说甲能控制乙 现在乙它发优先股 A 哪者已发的这个优先股 别的啥都不说 反正呢 你未来要交付现金 就一个优先股鼓励 我乙公司自己决定 我爱给就给 不爱给 我就不给 站在乙公司的角度出发 A 取得乙公司这个叫什么 叫权益 对吧 站在乙公司角度 这也是权益啊 A叫权益投资 乙叫权益工具 是吧 它相当于是一项权益工具嘛 对吧 但是人家甲又给他提供担保了 说如果这小时三年不发 我就买回来 你俩又是一家 一看 我的天哪 还得花钱买 说还得花钱买 所以站在合并报表的角度来说 这是未来有可能在前来国力条件下 要交付现金的 与其他方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所以个别报表 你是权益 没问题 合并报表 那你就是一项负债了 明白了吗 个别报表是权益 合并报表 你就是一项金融负债 我不去给你读 但是你自己得读 明白的意思 我不读 但你自己得读 明白了吗 有同学 有同学 负一年呢 你说咋整啊 你们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想问问 因为马上要讲 可回收工具了 得晃晃脑子 晃晃脑子 你们是男生是女生 来 聊一分钟 可能听回放的受不了了 这老师又疯了 又开始瞎白乎了 又开始瞎说 没有用的了 你们男生女生 女生啊 女生怎么话那么多呢 你到我面 你好意思白乎吗 是吧 所以各位女侠们 女键盘侠 简称女侠们 注意听了 特殊金融工具 有难度 不好理解 请认真 请认真 我们看一下 特殊金融工具的区分 首先第一个叫 可回收工具 我先不给大家去读这个东西 我就告诉你 什么叫可回收工具 它解决什么问题 来来来 听好了 比如说 小胡老师 和崔胖 崔雨现在又胖了 和鱼黑黑 这三个人 他成立了一个假合作企业 合作企业知道吧 如果你不知道 合作企业 自己去补 这东西我不讲 成立一个假合作企业 那么小胡 崔胖 鱼黑 这三个人都是合作人 都是合作人 那接下来这里有个问题 如果是合作企业的话 这些都是合作人 都是合作人 是吧 有一天鱼黑 他又不玩 他能不能退伙 有一天他想退休了 他能不能退休 能 但是这个企业在不在 这企业还在 对吧 这合作企业还在 清楚了没有 只是他退休了 他退伙了 或者说我们这个合作企业 还有个A A也是这个合作企业的合伙人 有一天A不幸离世 他死亡了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要把人家 所享有这个份额 退款回去 如果这种情况 你会发现 在那假合作企业的角度出发 未来在潜债不利条件下 要向其他方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你说要交付现金呢 那是不是金融负债呀 各位呀 是不是 是 对吧 那是金融负债 看给你们能耐的 是不是金融负债呀 好 这里出问题了 怎么的 小胡吹放鱼黑和这个A 咱成个合作企业 我每个人都是这个企业的债权人了 这个企业没有所有者了 很显然不合适 所以我们金融工具准则 堵漏洞 在这给你弄个可回收工具 要解决的 就是合伙企业的问题 到底是有限合伙 还是普通合伙 那是经济法分 我快点不分这东西 来看可回收工具 根据合同约定 持有方有权将该工具回收 给发行方以获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权利 或者在未来某一不确定事项发生 或持有者死亡退休时 自动回收给发行方的金融工具 你看看是不是这回事 相当于我假的合伙企业 我把我的权益发给小胡 发给吹胖 发给鱼黑 发给A 那有一天不确定事项发生了 或者A 那方去聊了 你收拾人A的所有的权益 你得给人家 给人家所有的儿女 那是相当于我买回来了 对吧 自动回收给发行方 自动回收给假合伙企业 明白的意思了 好 这意思你先听懂了 那接下来我们说 符合金融负债定义 但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可回收工具 要分类为权益 来 符合金融负债定义是哪一条符合了 其实它就是要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 就这条满足了 你应该是金融负债 但是因为它长三个眼睛 四个耳朵 六个嘴 八个嘴 十个嘴 所以它比较特殊 听明白了吗 要满足下列特征 来同时的 第一个 说赋予持有方在企业清算时 按比例份而获得该企业净资产的权利 第二 该工具所属的类别 赐予其他所有工具类别 是最刺激的权益 啥是最刺激权益 那就是所有者吗 企业如果有一天清算了的话 先还给在权人 剩的才是你所有者的 所以我们说所有者也叫净资产吧 既 该工具在归属于该类别前 无需转换为另一种工具 且在清算时 对企业资产没有优先于 其他工具的要求权 最刺激权益 第三 该类别所有工具具有相同的特征 你看刚才举的例子 小胡 吹胖 鱼黑和A 你们都一样 是吧 都是相同的 不是谁比谁高一点 我们不是按照体重来 如果按体重来的话 那应该是吹胖 是吧 但是不按体重来 所以他pass过去 第四 说除了发行方 应当以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回购 或赎回该金融工具合同义务之外 该工具应当不满足金融负债 规定义务当中的任何其他特征 所以刚才我说了 它符合金融负债的定义是哪一条 就是要支付现金吗 未来你要回购吗 对吧 第五 该工具在存续期内 预计现金流量总额 应当实际上基于该工具存续期内的随意 以确认净资产的变动 以确认或未确认净资产的供应价值变动 说白了 就是你全部的净资产吧 对吧 管他确认还没确认呢 全部的净资产 要说什么 还有没有确认的商誉呢 对吧 你自创的商誉 报表上有没有啊 OK 我们举个例子啊 其实就是要解决合伙企业这事 说蒋博斯设立时发行了100单位A股份 而后又发行了1万单位的B类股份 给其他投资人 B类股份为可回收股份 假定 蒋博斯只发行了AB两种金融工具 A股份为假公司的最次级权益 来 接下来 各位我就问你 你不用看答案啊 这个B类股份 它是一个可回收股份 它是权益还是负债 你想 不要看答案 它是权益还是负债 是啥 负债 为啥 你B类股份 你是最刺激的吗 人说A类股份是最刺激权益 你说不满足刚才那五个条件之一啊 别的我不管了 有一个不满足 枪毙掉 对吧 它不是权益 它应当是一项负债 说清楚吧 肯定有的同学 应当分类为权益 看到权益 你说不应当 就我就说你们眼睛 看答案都看不准 是吧 我不让你看答案 你非得看 看完之后还没看准 是吧 把布置还没看到 你说咋整啊 所以你听我话吧 别看答案 是吧 别看答案 你就跟我分析 因为它不是最刺激的权益 所以它不满足我们刚才说的那五条 说清楚了吗 各位同学 你看 蒋公司在整个资本结构中 A股份并不重大 且蒋公司主要资本来于币类股份 但由于币类股份非蒋公司发行的最刺激工具 因此不应当将币类股份分类为权益工具 说清楚 说清楚这事过了 再看十四题 假计为合伙企业 相关合伙企业约定 新合伙人加入时按照规定的金额和财产份额入股 合伙人退休或者退伙时 以其财产份额的公益价值予以退还 合伙企业运营资金均来自于合伙人 合伙人入伙时可以按照财产份额分得合伙企业的利润 当合伙企业清算时 合伙人可以按照财产份额获得合伙企业的净资产 我们这个条件呢 各位下边这五个条件都满足了 这个例题下边的所有的这五个条件 12345它都满足了 所以我们说它应该是一项权益工具 各位我想说的是啥 这题这五个条件为啥不给你读一遍呢 没意义 明白了吗 没有意义 这五个条件都满足了 你自己去看 这五条件都满足没有意义再去读一遍了 听懂了吗 如果它想进攻你这个点 各位我告诉你 一定像刚才这道题 它一定告诉你了 这里肯定当出来的用的是什么事 明白的意思吗 所以考试它真想进攻你这个点 一定是这种方式 而且各位 我还要告诉大家 一般来说它不会在权益和负债上 这方面来考你 在哪方面 在对面 金融工具 一无一方 要么是权利 要么是负债 对不对 而权利一方呢 它是金融资产 你发现了吧 那么金融资产是不是有分类 对吧 金融资产是不是有分类 所以它要考你金融资产分类 啥意思 来看好了 主要一会我要给你加题的 你给我认真听 别给我老打那些晦气的话 又不会了又蒙了 你要蒙你就退出去 我不惯那个毛病 是吧 你虽然是学生 但是你也要尊重 值不见的所有人 别老打那些不好听的话 来 说一个蒋公司 他取得乙公司的 一项金融工具 它是金融工具的权利一方 而乙公司这边呢 是金融工具的义务一方 我们说权利一方 这边叫什么 叫金融资产 对吧 义务一方呢 这边有可能是金融负债 也有可能是权益工具 对吧 好 那你说这两 这两 一个是负债 一个是权益 对于金融资产有影响吗 各位同学有影响吗 有 影响大了去了 如果它是一项金融负债 我们这边是不是按照 债务工具投资进行分类 如果这边是权益 我是不是按照权益工具投资 这边进行分类 对不对 金融资产决策则处 想起来没 所以一会我们要搞定这边 才能进而 准确的把金融资产进行分类 说清楚了吗 说清楚了 还说没有影响 肯定有影响的 肯定是有影响的 增加一个让你现阶段崩溃的 但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再让你崩溃 你们先休息一会儿 好 休息一会儿 小丝瓜休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